睡前敲打三分钟 疏通全身经络 踢走一生的疼痛 腰腿自然轻松了 让颈尖腰腿轻松 不换一封前在家就能做好 简单又好用 再懒的人也一看就会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 每天睡前敲打三分钟 改善腰痛腿痛 肩甲不奉疼痛 颈椎不适 有寒失缠生 胃寒怕冷 胸梦痰多 食欲不正 疲劳乏力等不适的疼用 也可以点亮小红星收藏起来 我爱告诉您具体怎么做 中医认为呢 腰椎间盘突出的产生呢 与感受外邪 气质血与慢性劳損 以及肝肾亏须颈利相关 感受外邪 往往会使脏腹虚弱 胃气不顾 导致风寒失邪趁虚而入 单湿疏泻 气质生痰 痰聚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气质血与就会导致经络不畅 不通则痛 会引起我们的腰腿部的症状 知道我们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来的 咱们就可以从根源上疏通经络 将腰椎间盘突出提出身体 今天马医生给大家分享三个动作 每天睡觉前前吃坐 气胜痛自消 第一用刮痧的方法 刮手扬明大肠筋 费筋 终于有一句话 较精之所过 主之所及 如果也有腰酸腰痛的问题 在疏通这条经络的时候 刮手就会出现酸胀麻木的症状 有瘀的人就会打嗝 不要怕 坚持刮 刮左右两侧 刮痛之后 瘀肚的气息自然畅通 腰痛自然好得快 刮完后的四个小时之内 不要洗澡 不要洗痛 以防寒湿清体 第二是敲打云门中复血 肺肚一生之气 气质则血停 瘀肚导致腰椎盘突出 都需要用气的推动才能够疏通 敲打实际量先敲左 再敲右 每天敲打三到五分钟 敲完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一生轻松 第三个就是揉耳栏 通胜气 补干肾 拇指和食指炎的耳栏上 来回搓一分钟 一直到耳栏充血发热 肾胎翘于耳 腰椎间盘突出呢 波与干肾亏虚密切相关 这个动作可以补肾气 通筋弱 这个动作可以坚持的做 帮助咱们疏通筋弱 补一干肾 这三个动作大家可以睡前敲打三分钟 疏通全身的经络 有效果了 记得来感谢我